周四 川普出席全国广播公司主播 加斯里主持的市民大会 在市民提问第二轮疫情补助方案 川普表示 希望新一轮援助 直接对美国民众支付 川普还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拒绝白宫日前提出的 1.8万亿美元刺激方案 川普敦促国会尽快批准救助方案 让民众拿到钱 当晚 主持人加斯里提出很多尖锐问题 并多次打断川普 被问到对极右派看法时 川普说他反对白人之上主义 也反对极端左翼的安提法 他指责加斯里在类似问题上反复绕圈子 却从不对拜登提出此类问题 川普再次批评媒体报道假新闻 表示社交媒体是他用来发声的渠道 过去一周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对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进行听证 被问到是否希望巴雷特 按计划 下周四川普和拜登 将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斯 进行第二场辩论 新唐记者 毕新词综合报道